感恩大使大碑 觀世音部莎莫莎 感恩龍殿護法 感恩盧學長 五四一九六六年 竹馬 我在十二年前 發生一起車禍 導致頸椎神經C5C6斷裂 導致臂神經從 左肩膀的肌肉萎縮 兩次手術都不能夠成功 然後脊椎也側彎 肋骨都沒有對稱 脖子也稍微側彎 左脖子非常的堅硬 脊椎的側彎造成 跟 你幾幾年數什麼的 1966年15馬 你告訴我 你出世的時候幾歲啊 那時候大概接近39 看見嗎 一個觀 我可以告訴你 你本來要走掉的 要走的 這個車禍很大 是 要拉你走的 就是因為你還做過一些好事 在39歲之前 然後呢 你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節 讓你玩過 就倒過這條命 你現在第一 你要好好的 要念經 許願放生 否則的話 你這個身體 還會出毛病 我現在告訴你 我剛剛看你 整個的脊柱都歪的 而且你的腰椎 還有點突出 對 鼓掌 聽得懂嗎 懂 你這個人上輩子有修 救過一個人的命 所以這輩子有一個人 不要命的愛你 白恩台長 如果你要叫他獻一個聖啊 獻一個什麼東西 他都願意的 因為你上輩子救了他 所以你這輩子 在家裡有時候很兇 所以他有時候發脾氣啊 扔東西啊 他都不講 實際上他是來還你債的 你不能過分 因為你 我看到你39歲之前 很多的不好的事情 主要感情上 女人太多 一定要當心 懺悔 聽得懂嗎 懂 好好改啦 是 你要不要台長 說個故事給你聽聽啊 好 跟你講 我講個時候 你就在給你加持了 有一個皇帝 一個皇帝 他呢 這個人呢 有點荒陰 但是呢 你們知道皇帝都是這樣 那有一天呢 這個皇帝呢 召集文武大成 都到皇宮裡來 來的時候呢 都把夫人帶來 結果皇上呢 一看 哎呀 這個宰相 的夫人 怎麼長得這麼美啊 這麼有氣質 好像非常非常地 有氣質 一下子看上他了 這個時候呢 他皇上 就是 朝朝散了之後 皇帝就把這個宰相 召過來說 啊 正派你到 邊緣地圈 地區替正去巡查 這個 丞相 宰相他又不能 違抗說 啊 遵旨 然後呢 剛剛宰相一走 皇上呢 就帶了一批人 通知這個宰相 他夫人 要去拜訪這個夫人 這個時候 皇上駕到 哇 皇上來了 一來之後 夫人走出來說 哎呀 氣身有禮了 迎接來遲 請皇上 這個 息怒 皇上說 免禮免禮 來來來 到裡面去坐 然後 今天我來到 啊 桂蛇 你有什麼招待我呀 這個皇上呢 這個 夫人呢 就第一盆 給他拿上來的是 白斬雞 第二盆呢 是紅燒雞 第三呢 是雞湯 這皇上說 我今天 來看你 你怎麼禁給我吃的 都是一樣的 雞湯呢 雞呢 都是雞呢 這個夫人 就衝著皇上說 皇上 其實都是一樣的呀 皇上 頓時感到羞無啊 自己開悟了 非常的慚愧 馬上說 謝謝夫人赐教 來 打道回府 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所有世界上好色的男人 不要去貪哪 都是一樣的 凡太長 聽到懂了嗎 凡師傅開示 你現在 覺得不覺得 你的肩膀精神好一點了 動動看 精神好一點了 不過 已經給你加持了 更好好的念經 你要懺悔 你最大的問題 你禮佛念得不夠 所以你求的就不靈 明白了嗎 明白 那請 請教台長 我現在小房子 還有功課要做嗎 你身上有一個靈性喔 一個男的 你要給他念87張小房子 他才會走 聽得懂嗎 我有念了160張 你吃飯吃到了今天 你明天吃不吃啊 對 法案台長 你把過去的飯再拿過來 把過去的飯再拿過來重新吃啊 法案台長 重新念 是 好吧 還有把家裡的位置稍微調節一下 家裡有一個靈性37張 就是在你們家客廳右手邊 這個角落裡 靈性專門躲在那裡 好像你們有一個櫃子 進門 右手邊 一個櫃子 客廳的櫃子 躲在這裡邊 是一樓 一樓 一樓 一樓左邊 對 進客廳的左邊 這個靈性躲在那裡邊 就前面 對呀 後面 就是你們的客廳 後面 在後面嘛 進了客廳裡邊的那個角落裡邊 明白了嗎 明白 回去看一看 你盯著這個地方看 或者拼命地拍照相 照片 對 可能你就會拍到了 哦 跟你長得很像 我想 可能是你死掉的兄弟 或者弟弟 或者兄長 或者你媽媽 吊過孩子 我是一個弟弟 死掉了 看見了嗎 看見了 是不是跟你長得很像啊 是 是 上半部特別像 眼睛最像 蹬出來的 聽得懂了嗎 他是不該死的 很冤枉 聽得懂嗎 懂 好好把它超度吧 好 還有什麼問題啊 他長我 從小呼吸就 很沉重 不順 肺 怪不得的 你的第四根肋骨啊 彎的 卡住了 你的氣管 現在知道了吧 知道 片子都不要拍的 嗯 告訴你啦 你現在 教你一個方法 拿手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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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分開 先是這樣合掌 唸大悲咒 唸完之後搓 搓得熱了之後啊 拿手指分開兩邊 這麼 拉 報告台長 我左手舉不起來 左手舉不起來啊 好 舉起來一點點 不是 不是完全舉不起來 完全 完全 完全舉不起來 動還能動的 左上對 稍微這樣扭一下 幾乎都 筋抽住了 筋整個抽住了 哦 大概是這個情形 現在 拿手 這麼搓 明白了嗎 明白 拿一個手 你只能一個手了 那個往那裡去 聽得懂嗎 懂 你那 把人家感情好好還掉 你的老婆真的對你不錯還債的 知道你有女人她都不講話 很好的 真的 你就老實一點了 現在不能動了吧 好了 放生 你要放生 聽得懂嗎 大放生 大放生 否則的話 你還會有劫難 明白嗎 要放多少條魚 你還要放五千條 五千條 你錢還有一點的 我看到了 聽得懂嗎 你這個人呢 好好的聽話 太長可以救你的 好 以後你這個手會恢復 我剛剛已經給你加持了 很厲害了 你不要自己不知道 你回到家裡 就渾身發熱了 你現在有點熱不了 有 好了 明白了嗎 有信心 我告訴你 一點問題沒有 可以恢復 就是身體好了之後 明白了嗎 身體好了之後 不要再去亂抓 亂碰 明白了嗎 明白 嗯 好了 好了 好好念經 心經大悲咒 禮佛 禮佛一天要念五遍 咬咬牙 一定要念 好 太長我那個 小房子要怎麼念 小房子就好好念啦 一個星期啊 一個星期 功課 功課 功課就是大悲咒了 二十一遍 心經能夠念三十六遍 然後三十九遍 然後禮佛念五遍 然後念 消災吉祥神咒 念四十九遍 好吧 往生咒 因為你過去吃活的東西 還很多 酒肉朋友很多 你很喜歡吃活的 你千萬 這個都要念掉 往生咒要多念點 每天要四十九遍 好 明白了嗎 太長我 我家的佛台 佛台是吧 今年設的 今年設的啊 一個月了 還可以啊 靠近窗戶 滿好 護法神經常來 在一樓 對 有護法神來 你們家 你們家的窗戶外面啊 有個房子 頂似斜角的 你們看得見的 對面的房子 對 一個斜角的房頂 是啊 是啊 我怎麼看到了 對不對啊 你要相信台長 台長能救你的 好吧 相信 感謝台長 記住了啊 好了 還有什麼問題啊 我 報告台長 我念經的食量可以嗎 你就說報告長官好了 不錯 其實你已經恢復了 已經滿好了 你已經因為念經 念小房子 你的 恢復得已經不錯了 我告訴你 你大概還有兩年時間 可以恢復到75%左右 好 好好念經 不許再這樣了啊 聽得懂嗎 好了 去吧 啊 啊 啊 不管 谢谢观看